我军公岛演练刚一结束 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就启动 这绝非巧合 而是有意针对中国 然而美非刚有意动 我军就立即展开了北部湾实弹射击训练 实弹演练 显然就是火力压制美非军演的气焰 蔡英文与美国搞的过境窜美外交 一方面是台湾民进党推动妹妹卖台 以美巨统 大搞台独自然触动了反国家分裂法 另一方面是美国严重违反一中原则 干涉中国主权内政 对此我方不能不进行反制 由于台独势力越来越嚣张 美国也越来越放肆地踩踏中美关系的底线 我军这一次反制更直接更狠更严厉 干脆直接演练功导 如果不是情势所逼 轻易是不会这么直接的 不管对台独还是美国 都是一次最强烈的震慑警告 有意思的是 我军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不知外界是看呆了 还是吓傻了 竟然少见的默不作声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倒是直接 在结束访华的归途中 竟然直接了当表态 欧洲要战略自主 不能追随美国介入台海失误 日本人的反应倒是非常强烈 强烈到出前稿侦查观摩的直升机很配合 真的是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了 美国当然不能不发声了 在我军演练之后 不愿意滋生的拜登 就只派了白宫发言人表示表示 可这一次与上一次佩洛西窜台之时 我军的反制行动有所不同 上一次指责中国是反应过度 并指责中国欲实现改变台海现状的常态化 而这一次拜登干脆不发声 只是白宫发言人表了态 反应过度改成了没必要的反应 并称台海紧张局势 没有理由演变成任何形式的冲突 从反应过度到没必要的反应 语气上完全不一样了 除此之外 似乎再也没人进行评头论足了 很显然是认怂了 之所以会集体哑声 主要是因为上一次是围倒 这一次演练的是直接攻倒 上一次同时演练的是拒止反介入 这一次在演练攻倒之时 竟然没有进行拒止反介入演练 这表现出来的是我军强烈的自信 自信 当我军真的攻倒之时 没有国家赶前来犯险 这显示的是强烈的决心意志 尽管美国人这一次低调 可不搞出点动静就太没面子 对世界对盟友都无法交代 不敢在台湾或东海与中国军事对峙 就必锋芒的选择在了南海找面子 因此 美国与菲律宾的联合军演也就及时登场了 同时还拉上了澳大利亚和日本 尽管兼并兼联合军演是早就有了的 可是这一次选择的时间 地点和规模 都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针对性非常强烈 这一次在人员规模上是空前的 每飞加一起是17600人 其中美军1.2万人 菲律宾才5000人 地点选择在吕宋岛北部 巴拉旺岛 安地克省 巴坦群岛省 其中吕宋岛北侧与台湾岛隔海相望 巴拉旺岛近邻南沙群岛 小马克思当上总统后 竟然放弃了前总统老多的对华关系战略 尽管如何与中国相处是非国的内政 可其拉美制华的战略意思过于明显 甚至有重新挑起南海主权之争 以配合美国恶华战略的意图 中国就不能不出手反制了 首先菲律宾与美国签了新的驻军基地协议 这些基地直接威胁到中国南海主权的安全 这是美军对华分布式作战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 等于是加入到了美国的反华联盟之中 其次 小马克思近来又开始在南海中国岛礁蠢蠢欲动 自然是有点显美自重的意思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南海的主权同样也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对此军肯定不会置之不理 其三 非方选择在中美台海军事紧张之际 与美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军演 敌意自然也非常浓烈 其次 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首轮谈判 在达成重要共识 菲律宾就开始拉美国挑事 这是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严重破坏 绝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下去 其五 美国拉东盟战队美国的企图还不死心 如果中国不强烈出手反制 难保不会有其他南海国家站出来找事 此时必须杀鸡景猴 美国才在台海丢了面子 自然急着找回 在我军公导演练之时不敢有所动作 当然是怕引起误判而发生意外的擦枪走火 因为两军早就中断了沟通渠道 而在我军公导演练后立即在南海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自然是想借此找回点面子 对此我军当然不能灌毛病了 在美飞宣布兼并兼联合军演开始之时 杨浦海市局同时发布航行警告 4月13日80至4月15日12时 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禁止驶入 北部湾出来就是南海 直面的就是菲律宾 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飞弹是有针对性的反制 而且有直接火力压制的意思 我军和海巡部门本就在南海部署了 常态化巡航维权管理秩序的力量 相信在美飞军演期间 我军还会增派力量前往警戒监视 我空军也不会闲着 美军想借军演向中国展示肌肉 我军自然也会乐于与美国在南海展开建美竞技 为了军事上压制中国或应对我军的新挑战 美国搞了一个所谓的分布式作战概念体系 希望通过提高海上作战效率和增加作战的灵活性 对我军进行遏制 该理念强调将多个作战单元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分布式的战斗网络 共同完成作战任务 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核心思想 是将多个作战单元通过网络连接起来 形成实时通信 信息共享 任务协调的作战系统 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协同作战 为了打造这样一个作战体系 近来 美国已经开始把诸日美军改造 成分布式作战团 与菲律宾的互动 自然也是想在菲律宾打造类似的分布式作战团队 这个概念虽然是进入21世纪才提出来的 可目前看来显然已经是似旧非新鲜的过时了 我军近年来实力的提升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美军为中国设定的围攻岛链 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因为我军已经对美亚太基地 构成了有效的打击威慑力 随着海空军先进装备的入列 中国的区域拒止和打击能力 在不断提升和扩大 如果说美国集中火力与中国打对攻 我军可能还难以战得先机 而美军要分散力量 非但无法有效 更容易被我军抓住战机各个击破 美军在西台分布式作战单元 恐怕是难抵抗我军的分布式集中打击 如果说美军意识不到这一点 就真的太蠢了 如果说美军早就意识到了这点 不可为而为之自然就是别有一图 实际上目前看来 美国人还没有傻到那个程度 之所以还在极力推动分布式作战体系构建 实际上是为了在更多的国家加入 这一作战体系 菲律宾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阴谋 所谓分散作战体系 就是建立由美军主导的盟友 国家加入的作战体系 拜登一上台就积极推动建立反华联合舰队 可问题是周边国家除了日本之外 都坚定表态不在中美之间选边战队 无法集中统一到一起 也就只能是分散了 实际上就是采取的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 利诱也好 威逼也罢 还是想把一些传统盟国 拉入美国整体的作战体系之中 尽管美国在亚太国家的基地众多 可一是美军不可能大量进驻 二是怕把大量的美军部署在中国周边 反而更有利于我军的直接打击 以最小的美军作战单元 而又能把盟军拉进作战体系之中 这才是美国的真正意图 也就是说 美国直接建立印太阪北约不成 就采取先分布后集中的途径 先把一些国家忽悠进来再说 菲律宾就是除日本之外的第一个 尽管美军四处挑适 尽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作战概念 可美国真正的军事战略核心主旨 还是离岸制衡 一方面是制造区域矛盾 另一方面是利用区域代理人 这样美国就永远地躲在背后 牺牲他国成权美国霸权 这是不会变的 这是说美军是直老虎的标志之一 总之上一次我军主要演练的是围岛 而这一次则升级到了直接演练工岛 这气势让美国也是非常有压力 不敢与我军在台海或西台硬杠 选择在南海找回面子也在情理之中 而我军在美飞军演开始的时候 就立即在北部湾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显然就是火力压制 台湾是核心利益的核心 南海同样是如此 所以我军也只能是通过硬杠 来展示坚定的决心意志 感谢坚定的决心意志